哈喽,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,相信大家知道,娱乐圈明星的工资都很高,他们赚的钱甚至是我们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,而明星的家也往往都是豪宅,就算不是豪宅,也是非常豪华的,但是在娱乐圈中,金星算是最特殊的一个,因为他长年以来都是一直在租房,其实明星租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,但是小编要说的是,金星租的房可就大不一样了, 众所周知,金星一直是娱乐圈的话题人物,他在综艺节目中是毒舌语录,包括近几年在剧场的脱口秀,还有主持的金星秀,金星始终都能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关注,以前网友们关注是好奇,但现在已经转换成喜爱了,那金星在上海的房子,奢华到什么程度呢? 由于是非常见多识广的,也从来不羡慕别人的物质生活,看观过多位大咖的豪宅,但是当他看到金星家也是格外的羡慕,金星的家位于上海著名的景江饭店内的总统套房,据了解,这间总统套房以前是用来接待国家元首和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,以前从来都不对外开放,现在都爱开放了,金星就花重金做了下来,前两年金星就搬入了这套位于上海的复古豪宅中, 据悉金星租这房子,一年的钱,供普通人买一套房了,这套房子也是上海很有名望的总统套房,不仅地段景色非常好,装修也是极度豪华,过不得如玉都羡慕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